另一个火爆场面来看到 为了抢停车阁爆发纠纷 台中市黎明路二段上一个停车阁 有两台车都抢着要停 其中黑色轿车女驾驶器的下车 打开后车厢 对着后方白色轿车叫嚣 最后还拿出了红色棒子 朝白车挥过去 整个过程也都被路人拍了下来 台中市黎明路二段这个停车阁 有两台车要停 从画面看黑车已经快要停进去 后面却有台车斜着停放 女驾驶先按了喇叭 之后下车指着对方大声叫嚣 女驾驶打开后车厢怒气冲冲 白车往后退 她又打开一次车厢 拿出一根比人还高的红色棍子 朝白车引擎盖挥过去 白车驾驶直接倒退 就怕女驾驶再挥棍子 停在路边 女驾驶跟她对峙了一下后 收起棍子开车离开 这段画面被路人拍了下来 警方看了说有三台车违规 最前面的红车跟后面的白车 涉及违规停车 可处新台币600至1200罚款 而那辆黑色的车辆 一样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署 第56号第一项第9款 不依停车位置停车 至于女驾驶棒打白车的行为 涉及回损是告诉乃润 如果白车驾驶 检夫证据提告 警方才会去调查 但双方都没有报案 疑似为了停车闹成这样 民众都说真的很夸张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